橘黄的明亮色泽 外观圆润饱满 柿子不但外形讨喜 还有丰富的营养 柿子其实它是富含像是 维生素A啊维生素C 那胡萝卜素 钙 美果胶 这些很好的营养成分 我们中医常说秋早 那也说双酱之后 要吃柿子这些东西 是因为它有那个肝 有润肺胃之因的效果 爱吃柿子的人不少 不过听说有种禁忌吃法 让消费者很担心 听说好像柿子不能够 跟优酪乳一起吃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柿子不能跟优酪乳一起吃 客人会问说 柿子不能跟什么一起吃 优酪乳 听说会中毒 柿子加优酪乳会导致中毒 网络讯息不断流传 到底怎么回事 专家这么说 柿子它是富含一个 高量的丹宁酸的食物 优酪乳它是一个高蛋白质的食物 那在胃酸的环境中 其实容易导致蛋白质丹宁酸的结合 产生凝快 它其实就容易造成像是腹脏 腹痛或者是便秘等等的 肠胃到不适的情形 那么中医的看法又是如何 优酪乳本身因为你必须是要 寒冷的去喝它 它也是冷的 那柿子本身也是寒冷 那你中医来说 如果你的肠胃本身来说 不够强壮的 那我们就比较不推荐说两者一起吃 所以说 柿子和优酪乳就算一起吃也不会中毒 但可能造成肠胃的不适 因此建议民众在不同时间食用 让自己吃的健康没有负担 大爱新闻 红级刘洪志欢联报导